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785集 妈 刘芬一下火车就被抱住了 都不用见人 听着声音 闻着味道 就知道是她闺女 你这丫头 别胡闹 赶紧去拿货 最后一批货 可是跟着刘芬一起上火车的 他们也该一起到 不过在货乡 夏小兰冲着身后招招手 四个打扮整齐的年轻姑娘 走上前来叫老板 您言我一语的 声音轻快 还穿着一样的套裙 青春靓丽的 想不吸引人都不行 夏小兰带着两个姑娘去取货 车室早就叫好了 刘芬看她们动作麻利 觉得那培训是真有用 于奶奶咋培训的呀 刘芬出发去阳城拿货时 还没有这效果呢 统一的服装一穿就精神了 你选的制服也好看 四个店员身上穿的 正是刘芬前一批寄回来的货 春季不能用沉闷的颜色 刘芬给她们选了蓝白色的套装 白衬衣和天蓝色的外套A字裙 之前觉得培训辛苦的店员 衣服一上身 就自觉要把腰杆挺直 一套能久喜不褪色不变形 面料有质感的套装 就算是批发架也要好几十块 再配一双粗根皮鞋 加起来一百多的型头 还没开业就能穿上身 这份工作的前途 已经在向女孩们展现了 至于露娜在京城的店员 穿的当然是露娜设计的制服了 夏小兰虽然把她们放在一起 训练 可除了阳城的三个店员知道 自己要去露娜上班 京城这边直到最后 才知道她们会在不同的三个店上班 其中两家店是蓝凤凰 另一家店是露娜 她们是分不出有啥不同 夏小兰这个管理者 要把她们区分开 她不会带露娜的店员 来整理自家服装店的货 也不会让自家店员去帮露娜的忙 同样是女装 两家店的经营理念绝对是不同的 刘芬根本没空讲阳城发生的事 不管是碰见夏大军和夏家人 还是汤洪恩的体贴举动 都不适合这时候讲 她和李凤梅问蓝凤凰挑了这么多春款 衣服挂在店里出售前 需要靠人工减去线头 检查有无破损 熨烫整齐 并且标上担架 还有搭配 顾客看中了一件毛衣 怎么样向她多推销一条裤子呢 试毛衣的时候就让她试裤子 一套搭配起来好看 她可能舍不得放弃裤子 这些是销售技巧 也很考验服装店售货员的审美和判断 夏小兰希望这些年轻姑娘 在培训期间真的有认真上课 试用期只有几本公司 但你们能拿全勤奖金 过了试用期 你们卖掉的衣服都能拿提成 所以你们整理完货后 应该干什么 应该努力发传单 没错 将传单发给谁 发给穿着时髦的 看起来喜欢打扮的女同志们 回答夏小兰问题 是争先恐后的 夏小兰指着个子最高的姑娘 钱英 你来说 钱英看着夏小兰是一脸崇拜 小夏总年纪不比她们大 培训期间却教了她们好多东西 钱英就像以前在课堂上被老师提问一样 生怕自己回答错误 发给机关大院出现的女同志 烫头发的 逛北货商场的 夏小兰说过 每个圈子里都有一个时尚达人 比如某个单位的大院 肯定有某位女同志 穿着打扮一直在被人关注 引人模仿 传单如果能精确地发到这位女同志手上 广告效果基本上就扩展到了大半个单位 夏小兰想起崔主编 如果软广告的效果够好 她应该联合崔主编 搞一搞副刊赠送的服装优惠券 拿着优惠券到店消费的 在规定的日期内都享受八八折待遇 如果店里本身就在打折 那就折上折 会定时尚杂志的 也是夏小兰需要吸引的精准客户群体 这个可以留给蓝凤凰 蓝凤凰是跑量 露娜是做品牌 两家店的模式不同 至于店员们手上拿着的传单 也不是现在才有的想法 在大观园遇到王林树导演 他就想这样搞了 原本的传单是只有文字的 夏小兰干脆加上了人物彩图 第一批货前天到 王导介绍的摄影师 摄影师又给夏小兰介绍了一个 挂丽女郎当模特 搭配了几套春装拍好照片 摄影师接丝活没多贵 挂丽女郎拍挂丽照片的时候 也是照片被选用了才给钱 一页十元左右 夏小兰选了五张照片 简单搞了个拼图 这点钱不算啥 贵的是彩色印刷的钱 哪怕他只是印传单 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又花钱又折腾的 当然要传单起到最大的效果 趁着还没开业 就让店员们到处去发 每个人都有任务量 一天之内要跑遍全城 紧靠店员肯定完不成 但他们都是京城当地人 有朋友有亲戚 大家帮帮忙 肯定能办到 这些发传单的 夏小兰全部不用发薪水 余奶奶骂她是心黑的奸商 连武行长都找上门来 哎呀 怎么还没开门呢 全家都要帮忙发传单 今天都有人来问我了 这样发传单没事吧 大张旗鼓做个体生意 一些人还是有顾虑的 发传单时也心虚 夏小兰自己却不担心 只有这样 服装店投资才会快速回本 我也会很快还银行贷款 你说对不对 没事的 就是开业公告 传单效果要是好啊 以后您说不定还能在报纸上 瞧见我们店的广告 武行长不是来骂夏小兰奸商的 发动全家帮忙这种事 在武行长看来 理所当然 工作不好找啊 银行的柜员 哪个又轻松了 起码夏小兰 这是让店员的亲朋好友 发传单 银行职工的亲朋好友 还要掏出真金白银 买国债券呢 没事就好 我看你这店呐 声势浩大 必然生意兴隆啊 那就敬您急言了 不仅是武行长 注意到了这传单 凡是有女同志出没的地方 好像都能瞧见 服装店的传单 夏小兰是真心黑啊 专门做过笔记 叫店员们重点攻克一些 待遇高福利好的单位 这些单位上班的女同志们 有钱呗 还有比较注重 穿衣打扮的 像什么外交部啊 所以 亲近夏小兰的人 能看见船单 讨厌她的人 看见船单的几率 也是相同的 一家服装店 周仪一出门 就被人塞了一张纸 彩印大图 她一时就没把它丢掉 捏着去见朋友的时候 发现不仅是她一个人说的 所以 这什么情况啊 17号开业 什么人啊 手笔挺大的 是小兰的 都张 余地 不仅是你